兼任国防部长的总统候选人普拉伯沃近日表示民主是非常疲惫和昂贵的 即便如此他相信印尼的民主仍有继续改善的余地 当国家以一致同意选择民主作为一条政治道路时 兼任国防部长的总统候选人普拉伯沃本周二在投资者和企业家独立投资节目演讲中抱怨 民主是非常疲惫和混乱的 成本也非常昂贵 虽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所说的民主是指什么背景下的民主 但看来其在抱怨有关民主选举的执行情况 但如何改善民主也许普拉伯沃可以从证明这个国家不会像许多教授 学生和包括国外在内的观察员所担心的那样回到专制时代开始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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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选择 国家是非常非常贵的 国家是非常贵的 国家是非常贵的 我们还是不贵的 国家是非常贵的 有很多空间的增加 国家是非常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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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是非常贵的